喔 我看到我們要吃糖餅了 看到這個人融就知道了 對對對 就是這邊 跟我的糖算完全不一樣 它裡面其實很像鬼啊 對對對 喔 好濃 異式冰淇淋就是有它的魅力 我們經過一個超級特別 超接地氣的小攤販 就直接坐在路中央這邊吃飯 百分百不加糖的 喔 很甜欸 還有另外那個韭菜煎餅 喔 天啊 韭菜煎餅 我跟你講 我來10次呢 我都會點10次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鈴薯家葉玲 這一集呢 我們一樣也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釜山的美食 這一次呢 我們就是要來 一樣也是在南浦捷運站附近的一個叫 BIFF廣場 然後捷運站出口呢 就是7號出口啦 現在我們要找哪個方向 因為聽說好像在這個大樓的對面嘛 所以我們要往回走 進去裡面就是了 好 那我們現在往這個小路走吧 走 現在我們玩進來一個巷子了 這個這樣子也是有蠻多吃的餐廳 其實我覺得這邊有一點像是 台灣的西門町的感覺嘛 對不對 前面那個巷子彎進去應該會蠻熱鬧的 看到有一些人潮了 其實這邊以前呢 是 虎山國際電影節的主會場 所以有很多電影愛好整的都會來這邊的 我知道來這邊一定要吃一個東西 就是黑糖餅 其實台灣有賣 但是我不知道台灣賣的這麼正宗 我們就來吃這邊的那個黑糖餅好了 好 我們去找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要5號出口出來比較近了 我們剛才其實走錯出口了 所以有稍微去晃了一下 喔 我看到我們要吃糖餅了 看到這個人潤就知道了 對對對 就是這邊 好 我們去白堆吧 超香的糖餅 給大家看一下內餡喔 它裡面有放非常多的堅果 然後還有黑糖 以及花生顆粒 虎山好像最有名就是糖餅了 吃吃看 因為他有先煎過 所以外皮很酥嘛 裡面內餡咬起來又有點像那個麻糬 比較Q一點的口感呢 因為我看他應該是先把黑糖爆在裡面 然後下去油煎 所以黑糖就融化 對 它黑糖化開來的時候呢 整個內餡裡面呢 是有淡淡的黑糖香氣跟甜味的 然後堅果的量也是給蠻多 所以他吃起來口感層次也是算蠻多的 然後那個黑糖餅隔壁呢 有一家 Azuma非常非常的熱情 就一直招待我們來吃 所以我們就蓬蓬嘗好了 它有那個tobogi tobogi有分一般辣跟超辣 我們是點一個set就這麼大份量 然後它一個這個是雪腸嗎 對 台灣是米血糕 它是雪腸 那它是直接在餐車這邊旁邊吃的 我先吃一口喔 它的那個普通辣就蠻辣的 我覺得如果不敢吃太辣的 一定要點普通辣就好 這個辣對我來說我覺得算是小辣 可能對小編來說有點中辣了喔 因為韓國人可以吃超辣超辣的 我覺得老闆娘真的超熱情的 就是很積極的在推廣 怎麼樣 有沒有怪怪的味道 好像黏膏的口感 但是它裡面沒有像台灣糯米腸 有那個一點點顆粒 看起來有點像香腸 只是它是用寫作的香腸 跟我想像完全不一樣 它的外皮有點像香腸那種腸泥 它裡面其實很像粿啊 對我看一下它是一種粿 然後做成很像香腸的食材 Pistachio 就是開心果跟藍莓口味的 他們其實做甜點也是非常認真 超用心的 可是如果你是外帶的話 應該會給一個甜筒吧 有啊 它一直給你 這太小了啦 我試試看那個開心果口味的 好濃 異式冰淇淋就是有它的魅力 大家如果有經過的話 可以進來打卡拍照一下 蠻溫馨的一家小店 我們經過一個超級特別 超接地氣的小攤販 就直接坐在路中央這邊吃飯 好 我們試試看 這個麵從來沒有看過 有點像蒟蒻麵那種東本啊 然後陸陸續續呢 經過我們的都是一些遊客啊 或者是在地人 你看 會不會很乖 我很喜歡韓式醬汁 它醬汁也是有點辣辣甜甜的 但我覺得這個辣度很輕微 它麵其實沒有到很多 這個應該女生吃的話 我覺得算還好 不會很飽 男生應該是吃不飽哦 現在我們走到來富平市場 其實呢 如果你們逛BIFF商圈啊 附近呢 再走幾段路啊 大概五到十分鐘吧 就可以到富平市場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國際市場 國際市場的賣的東西 比較沒有什麼吃的 它都是賣一些燈具啊 一些白貨啊 雜貨之類的 生活五金啊 是 然後富平市場就是這棟 好 我們進去看一下好了 OK 走吧 哇 這邊看起來有一點像 大阪的那個黑門市場 它也是這種有遮蔽物的 所以下雨天比較好逛 哦 這個是小便說一定要買的 好可愛耶 艾玉西瓜 好 買一個好了 好 來 第一攤走到這個西瓜之攤有沒有 一定要買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太可愛了 這個不買呢 真是對不起自己 然後他大概給我兩杯的時候 我想說 我們其實只點一杯 他這樣是一萬三韓幣 他可能是多出來的汁嘛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剛剛裡面炸太多了 啊 所以就買一送一的概念 嗯 百分百 不加糖的 哦 很甜耶 因為現在是西瓜技吧 對不對 而且他還蠻會做造型的 真的 你看一下 還有煙花耶 真的是我喝到的心情 就像這個煙花一樣會 兩杯我的 謝謝 哇 這邊也賣非常多的醬菜 跟日本好像哦 它有類似 比如說腌韭菜啊 然後冬粉啊 蓮藕啊 一些蔬菜類的 連乳蛋都有耶 這個感覺可以試試看哦 韭菜海鮮煎餅 韭菜放很多耶 我們已經點了一份韭菜煎餅嘛 然後我們內用呢 他就會附一個 這個是蘿蔔泡菜耶 可是水水的 冰冰的 哦 它是那個蘿蔔葉啦 對對對 蘿蔔葉啦 這很特別 這個我完全沒有吃過 等一下可以來試試看 然後他會附兩個醬汁 一個小便 一個我的 這個感覺是放洋蔥還有辣椒 應該是蠻辣的哦 迫不及待要吃了 超級香的 我覺得整間店都是這個味道 你看 真的是滿滿的都是韭菜 所以這個叫做韭菜煎餅 它的海鮮已經變配角了 韭菜控的人會很開心哦 因為這個味道真的超香的 這肉依是超好吃 因為它的韭菜量真的是下非常非常的足 不管是整個香氣 還是它煎的 有一點點那個鍋巴的香氣啊 哦 很香耶 你看韓國麥是一個真的好吃哦 這個我真的覺得我吃不習慣 因為它冰冰涼涼 就是在吃菜湯的感覺 但是冰的 我覺得這個呢 我回台灣會很懷念的一個美食耶 哦 OK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也是有辣炒年糕 然後有點像是關東煮攤廊 它的關東煮是在這邊 然後是自己拿的 我覺得也是很接地氣 試一下好不好 這個超級像年糕的 年糕啊 只是說它是用水煮的年糕 來韓國也是一定要吃的就是魚餅 我覺得魚餅真的超帥脆 這有點像福袋的東西 可是我要先咬一口才知道裡面包什麼內餡 冬粉 對有點像冬粉比較粗的那種冬粉 它也有脆脆的好像是必其口感類的東西啊 如果你們很餓的話可以點這個 不然這個醬吃一吃喔 其實會飽耶 才三個東西我都已經很飽了 他們可能這邊逛一逛啊 累了啊 肚子餓啊 吃一兩串 OK 繼續逛 好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BFF廣場美食 還有富平市場美食 這些美食吃下來呢 我有發現啊 韓國真的是它的醬汁超好吃 因為不管是它的辣草年糕啊 還是其他的比如魚餅板蘸的那種醬汁啊 都是走那種厚重系甜辣醬耶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個黑糖餅 我真的很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再吃一吃 真的耶 還有另外那個韭菜煎餅 喔天啊韭菜煎餅我跟你講 我來十次呢我都會點十次 而且這兩個地方都還蠻近的 可以一邊吃完 然後慢慢走慢慢逛 逛到下一個地方再聚一吃 是大家就可以搭到南坡 Station這邊 出來呢其實這邊的商圈呢也是蠻多可以逛的啦 好那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呢 記得按讚跟分享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maar按讚